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否像我先日牌所说 会多加一次加四次 6月份那次加息 根据当时情况非常好 预期今年会不止如耶伦所说 今年三次 明年三次 我仍觉得今年有可能是四次 3692 小估不到 通胀 一直停滞不前 这不止我估不到 耶伦也估不到 所以我一点都没有惭愧 你知不知道耶伦的美联储局 全体员工有多少个 上星期或前星期我先说 全世界央行的组织 是非常多部门与人手 专家 但一直没有说 全世界最大的中央银行 美联储局 联储局超过2万人 联储局 你知不知道 2万人 听说是22,000 总之超过2万 OK 这么多人 一个联储局 OK 你们想想 但他们也估不到 为什么通胀不来 到现在还拗头拗 拗到我 没得拗 头发都没了 拗鬼吗 特朗普 将会导致日后通胀 减税 及基建 这两个计划 迟迟不动手 这亦是出负 耶伦 医疗之外 他早就将这两个计划 包括在内 所以急不及待要加息 现在加了两次 是第三次 大家都不知道 稍后慢慢会说下去 所以上个月 我因应 凯恩斯 Join Meyner Keynes 经济大师 所说 When Market Factors Change I change 当市场因素突然变化时 亦要变 这是金融市场的执生律例 我 在7月12日 大约1个月前 将我的估计 改为今年三次 明年四次 将今年原来第四次延迟到明年 最大原因是跟着特朗普的减税及基建计划的时间表 既然他延迟了 我亦要延迟 但未有改变我对加息的次数 只是将他延后一年 就回他的时间表 这些亦算是执生 这个估计 到目前 我是没有改变 我今日可以跟你说 到目前 我是没有改变 亦因应我刚才所说 星期五出的非浪作业数字 根据什么 估计 我是没有改变 根据市场预测 即使今年第三次 一半的人 都说不会 只有47% 稍后我会给大家看 市场亦会跟我所说 因为市场亦是金融人士 应该明白 Join Canis 这句话 When market factors change I change 市场的估计 大家看看这张图表 是完全 反映在这张图表上 这张图表是 CME 即是 芝加哥期货市场 Fed Fund Futures 联邦利率 的期货 即是短期利率 Fed Fund 到现时为止 看幅图 估计联储局 会在12月会加息 中间那条 实心 只有47% 已升是升的 因为星期五的数字 即连一半都没有 50%都没有 即是反映的信心 不大 看完这张图 我亦相信 耶伦女士仍然要 及时 一直仍未曾 如她所预期 因为劳工数据的强劲 而上升 的 通常率 inflation rate 到底会否上升 何时才开始上升 因为仍然要看 特朗普的计划 何时开始 他一天不动 一天 通胀就不会来 肯定 通胀预期 都未来 所以 暂时 我觉得 他不会轻举妄动 所以 我亦将四次加息 顺延到 下一年 但我亦相信 他 几乎是一个承诺 说了的 今年加息三次 他怎样都会兑现 我仍然相信 他会兑现 虽然有句 俗语 例如说 女人信不过 但这次我先相信他一次 这些是男人的弊病 永远说不要信 但始终心都信了 我估计他会在 下个月开始 默罗紧古先搞缩表 Normalization 这个缩表一开始 他仍然要观察市场 对于 缩表 已经宣布 市场反应是怎样 他会看一两个月 刚刚去到12月 那时 他才会说 OK 加上第三次息 大功高盛 我不知我估计是否正确 但我说出来起码有个斟酌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也成理由 再给多一张 珍贵的 独有的图片 通常我很多图片给你们看都是独有的 别人看不到 这是 我节目的唯一珍贵之处 这张图是自1950年 历史悠久 即67年前 到现在 平均 劳工 参与 的表 是 务务 participation rate 很明显 参与率 在最近 多年一直下跌 换句话说 如果参与率下跌 工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然不能够上涨 参与的人士 务工市场的人士越来越少 但工资也上涨不到 又何来通胀呢 当市场的劳工参与率 participation rate 不断上涨 工资才会被逼上涨 通胀自不现 便会来 最后再给予指数图 美金跌到 这条横线 下面 蓝色线 这条线 现时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inflection point 这个不是exhaustion point 是inflection point 今天又来到一个名词 这叫inflection point 大约在92.00到92.50左右 严格来说应该是92 打横线的蓝线 这条横线 只是告诉我们 跌穿了 很糟糕 但是会不会跌穿呢 在这 先卖个关子 看电视连续剧 电视连续剧 记得 很多年前 陆小锋对西门吹雪 指禁知癫 快决斗了 但明晚再续 明晚大结局 当时来说 万人空巷 返回家 连街都不去 看过大结局 这个答案 真的不容易 我亦 不想误导你们 答错了 我仍然需要 老实说 收集多些资料 多看一天两天 才敢再跟你们说 OK 那 好 说 答案 都不一定 快决定